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都是在困苦艰难当中的日子 可以说 遇到的都是很艰苦的日子 所以学业没完成 运动很早就抢了 寿命只有四十五岁 我很相信 我一家曾祖父 父亲都没有过五十岁 四十九岁过十几岁 我自己的命运 有人给我算命 也是过不了四十的事 随着一生 一人醒悟 黄东梅先生 介绍我 师父 我跟他说这书 他告诉我 世界上 这书最好的东西 都在佛经常都在佛经常 学佛 是最高的积极 引导我 死心踏地 我对他老人家 很相信 佛法 最好的东西 是在中国 引导我 对于过去 不能不认真地 学习 正好遇到黎老师 我跟黎老师 生年 这生年 从奠奠基础 到深入的选择 多半都是 黎老师 与方邓梅先生 知道了 自己多了一点数 点点一点信息 黎老师介绍给我 东西方 讲秩序 都在心点里 知道我这个方向 我把一点微博的声音 都拿去引寄 虽然明白了 语言不错 我要工作 要生活 老师拖了点时间给我 我感恩 我很认真 张家大使叫我感应 我相信有感应 认真 努力 学习 点点计策 我离开台中 发行学习老师 老师一生 讲经教训 老师一生 讲经教训 我利用假期 欣喜假期 把李老师在台中所讲的佛节 重新讲一遍 用这儿来学习 用这儿来学习 不至于自己 太多 东西方 发源 是这么看的 希望 我们记住 依旧认真 学习 依旧认真 学习 方老师的哲学 张家大使的佛学 李永远老师的教会 要抓住时间 认真 努力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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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习 不是执念经 执念佛 不是学习促 用中国传当的方法 学习之用 无论学习 找根很重要 中国故事 是世界上最难的 最好的教导 学习之用 用是要做到 学了没做到 不算真学 一定要把它 乐实在日常生活很重要 乐实在日常生活很重要 我的成就 就是三个老师 永远怀念老师 永远学习老师 永远学习老师 我感恩 我感恩 我对老师同学 对老师尊重 对同学 爱护 多把它乐视 在日常生活上 所以学习的东西 学习的东西 学了真地 用上 用在日常生活上 世界 以世界 也会 演练到今天 看到心里很难过 到底是 什么问题 实实在在说 文化教育 这个问题 文化教育 我们跟古生献献 一笔教 修音般 古生献献 都是历代 一代一代 传下来 没有感变动 才有中国传统话 这些改变 麻烦它 中国传统话 没有的 有的事情 西方 枯舍其他 这个问题 非常严重 回过头来 再看东华 老祖宗 传给我们的 我们佩服的 无地道地 我们心心念念 是希望吧 传统文化 复兴 他能救国 他能救家 所以晚年 这些年 不遗余力 在宣扬 串通 中国人 最懂的教育 对教育有经验 有信心 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 把祖宗东西丢掉 把祖宗东西找回来 社会就能安定 安定就找回来 有这品 有 大宗 宏林学校 是李老师 教导我们的 可以实验 具体实验 做出来 给我们看 我去看了很欢喜 中国的教育 小学 目标在做人 怎么做人 谁做人 是小学教学的宗旨 中年 中年 学习办事 老年 想富 我想把这回 恢复出来 能做到 能 做出来之后 外国人看到 这个学会 好玩 少年 学习 能力道理 终于 旅行 能力道理 我爱你 享受我 都不离开能力道理 外国人 有养老人 我到国外 喜欢去参观 喜欢去参观 跟我们 中国人 讲的 养老 内容 有很大的 一大切差距 不是我们的理想 所以我们要培养 中国人的理想 少年 少年 要学习 孝亲尊子 老年人 才有幸福 才有幸福 外国人 有老年 少年乐业 我们中国的 是老人乐业 我见到国 民国村 我希望 将来 老人有乐业 中国的教育 要做到老年相福 中年 中年 造福 青年 点击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认真努力 地学习 达到 三种教育 都能恢复 青少年的教育 青年的教育 老年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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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书里的 全都有 老祖宗 对得起我们 我们 不相信老祖宗 我们 对不起老祖宗 今天 我们的联合国 做个窗口 把我们的 国生一些 一些东西 从这个窗口 出去 让全世界的人 看到 让中国人 外国看看 中国人 真会 想福 真会 造福 中国有真东西 好东西 全在 外国有点点滴滴 不完整 不完全 应该 把我们自己 老祖宗 的东西 摊出来 中国文化的精华 展示出来 让全世界人 向往 学习 好东西 全在 如是道 今天我的话 就是这次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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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